好了 我们从头看一遍 念一遍 告诉你这个序文 再来我们来解释 大方广佛华言经者 这个已经解释过了 明一针之法界 这个一针要解释一下 是一 什么是一呢 就是不二 真就是不忘 面对一切境界 当下就是圆满 平等的绝训 不忘了 没有虚妄 交彻融色 互相交彻 互相融色 所以称为法界 什么叫融色呢 理融一世 事融一理 事融一世 事融一世 理有理法界 事法界 事有事法界 那么有理事无外法界 有事事无外法界 互融 互融 也就是诸佛的平等法身 从本以来 就不生不灭 也非空非有 离名离下 无内无外 唯一真实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就是一真法界 再讲一遍 从本以来 就不生不灭 也不是空 也不是有 是离一切明相 也没有所谓内 也没有所谓外 只有一个真实 就是 觉性 骗虚空 觉性 骗虚空 也不可思议 所以称为一真 一就是不二 真就是没有虚妄 没有妄想 叫一真法界 是明一真之法界 明一真之法界 是诸佛之果园 是就是招式 就是普照大地的照 但是没有那四点 就是招式 或者是开显 开显诸佛之果园 果园的意思就是 果地的 化障世界 化障庄严世界海 在阴地的本源 就是自性清静心 这园就是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明一真的法界 然后开显诸佛的果跟阴 这个圆就是阴 水的源头 水的源头 诸佛的果 是化障庄严世界海 诸佛的阴 就是自性清静心 不生不灭的清静心 禅玄为之妙直 禅就是禅述 说明 玄为之妙直 就是今生唯妙之意理 今生唯妙的意理 今生唯妙的意理 叫做玄为之妙直 玄就是不可思议 唯就是唯妙 这个不可思议唯妙的意理 禅就是说明 禅述不可思议唯妙的宗直 玄就是显阳 开展的意思 无边就是无际 无边无际的宗去 宗就是宗直 去就是意去 开闲 这个显阳 开展 无边无际的宗直 跟意去 因为法言是讲法界 法界就没有界限 法界就没有界限 穷离尽性 他比拿起来 这个要加 穷法界之理 尽法界之性 穷离尽性 这顾名思义 列为了解 但是中间如果把它加上 法界两个字 哇 那就更清楚了 穷法界之理 尽法界之性 策国该因 策就是通 通达国 就是在底下加两个字 国地诀 地上的地 觉悟的解 通达国地结 该的底下 加一个字 加锅 锅服的锅 提手房 再一个舌头的舌 提手房 该锅因 底下加两个字 因地心 所以啊 在《花言经》里面 国地结 就是因地心 因地心 就是国地结 简单讲就是 穷法界之理 尽法界之性 通策国地结 该过因地心 就是这样子 因地心 从容 转阔 从容 从容就是 圆融的意思 一里很深广 又很圆融 那么非 华言莫属 这个义离 深广 然后啊 也圆融 无碍 这个壮阔 这个壮 我们就讲 壮年壮年 这个壮就是壮胜 你看到这个意境啊 真是壮胜啊 阔就是辽阔 哎呦 辽阔 那么 充容 壮阔的意思就是 他的义离啊 这意思就是 他的法啦 华言经所讲的 这个法 这些义离啊 是身广圆融 壮阔就是 他的意境 是壮胜 这个胜是一个成功的成 底下一个器皿的皿 这个是壮胜 壮胜不是胜利的胜 壮胜 然后辽阔 然后 汪牙 浩瀚洋 表示他的内容 上面 充容壮阔是指义离 浩瀚洋 是指内容 这个内容啊 是广博丰富 广博丰富 然后详尽又周全 又详尽又周全 内容是广博 这个广博 然后丰富 又详尽又周全 又周全 底下我们呢 看第一页的第三行 他说 与其广大 则无所不包 与其精深 则无所不备 他这个 会写文章的人 他是对称得很美 对称得很美 为什么呢 他不会重复 比如说 与其广大 然后与其精深 无所不包 对称 无所不备 所以这个古人的文章 大部分都是用这样对称出来 用词不重复 这一招 我们在建国中学的果文老师 就特别交代 用词重复的人 文章看起来不美 这一点我老师 牢记在心里 以下说 与其广大 语言 就是 如果论华言经的广大 周遍 这无所不包 无所不包瓜 或者是寒荣 语 如果论到 论其语 经就是经为 为妙的为 生就是生妙 论华言经的经为生妙 这无所不备 无所不备 这个备就是剧主 就是完备 那这部华言经 它是什么 五戒 十善 四地 十二 阴言 六度 真如 各种机会的 通通谈得非常清楚 谈得非常清楚 所以说 无论是初餐的 无论是老餐的 都应当来听经文法 也一定有所受益 一定有所受益 是囧超情侣 这个囧啊 如果我们去查这个词汇 当然里面写着 囧就是远远的 离得很远的 远远的 远逐的远 这个囧超就是 远远的超越 远远的超越 就是囧超 那么情绿呢 就是情试 这个绿就是试 八试的试 八试田中的试 这个情试 远远的超越 这个情试 思虑 所能及 情就是情试 虑就是思虑 远远的超越 这个情试 思虑 所能及 那么就是 不是一般的分别心 情虑就是我们 单刀子录讲的 超越一切的分别心 所以佛陀是活在 空的世界 我们呢 我们要进入佛陀的世界 不困难 但莫于一切境界 住着 记得 我们想要进入 佛陀的那种境界 说佛陀生活在什么境界 佛陀生活在 必尽空的境界里面 佛陀生活在 必尽空的世界里面 如果我们想要进入 佛陀的领域 不困难 把他射心 回来 把他坚持到底 不着想 放下 无心 记得 你就来到了佛陀的面前 你只要在这个 假象里面 如梦幻泡影的元气发里面 动到执着分别颠倒的 这个念头 而且习气重 割舍不下 你将永远不认识佛 佛是无相的世界 佛是无作的世界 佛是无所求的世界 佛是无所得的世界 他不离你现在的元气 他又超越现在的元气 他就是离我们这么近 就是因为太近了 所以我们不认识他 他从来没有一分一秒 离开我们 因为你的决心 拿起来用 用坚硬坚定不移的心 故意一切境界驻找 就不是不找一切下 记得 那么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习惯于我们的思维模式 习惯于执着 习惯于分别 习惯于颠倒 然后又把它讲得很有道理 我们痛苦不堪 却又 自以为是 什么是无知 就是自己不知道 自己有多无知 叫做无知 那么这个 你要进入佛陀的领域 要窘超情侣 简单讲就是超越这个分别宣 离言结诗 顾名思义就是离珠言说 没办法讲的 你说这个是杯子 也可以讲 你说这个是毛巾 那可以讲 所以这是一只牛 那可以讲 这个墙壁也可以讲 你有所指成 你可以把它指出来 你画可以画一匹马 可以画一匹牛 你也可以画天空 去画几朵白元 一颗太阳 你可以画鸡跟鸭 你可以画一颗鸭蛋 对不对 画一个人 这个因为有形状 它是可以描绘的 我本身这种东西 没办法 它不是长也不是短的 它也不是有颜色的 青黄蓝绿 通通不是 它什么颜色都不是 什么长短方言也不是 你画画不出来 你讲讲不出来 它什么通通不是 但是它又面对一切境界 它什么通通是 我现在眼睛看 也是佛性的作用 我现在讲话 也是佛性作用 集一切境 又离一切境 它什么通通是 也什么通通不是 所以到最后讲 是跟不是 通通要放下 放下那个也不对 那也是多余的 你不是这样说 我忘了 我忘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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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能说 他也能说 你也讲不出所以然 所以是离言结诗 离诸言说分别 结诗就是妄想 离开种种的言说分别 还有离开种种的妄想 入于不思议的境界 绝诗进入这个不思议的境界 统色秦经 统就是寒色 统色秦经 就是统过一切经典 寒色一切经典 统过一切经典 浩子曰王 很难怪啊 他叫做经中之王 一切佛经当中的王 诗经称根本法轮 根本法轮啊 根本法轮啊 是对枝木法轮 树枝啊 枝木法轮来讲的 这里要我们呢 要解释一下 有一个名词叫做三法轮 就是三种法轮 这个是叛教 教判所称出来的意思就是 如来三十说法 所代表的种种的意义 那么就是略称为三轮 三轮车这个三轮 那么第一个叫做根本法轮 第二个叫做枝木法轮 枝木法轮 第三个叫做色墨归本 色这个枝木法轮 回归到根本法轮 叫做色墨归本法轮 归就是归一的归 回来的意思 但是跟归一的归啊 不太相同了啊 归是用那个字 现在是归 归去来词的归 色墨归本法轮 第一个我们看到根本法轮 此经称为根本法轮 什么叫根本法轮 就是世尊在出诚到华言之会 为菩萨说一因一果 不生不灭的因 不生不灭的果 这个法门 成为根本轮 单刀直入的讲智性法门 就是华言经所说的一圣教 就是为一圣就是佛圣 这个叫做根本法轮 就是法华经所讲的十相教了 十相了 一圣就是一圣 单刀直入的叫你成佛 可是很多人听不懂 听不懂没办法呀 要讲比较次第性的 织木法轮 第二个就是织木法轮 这个福报很薄的 根气很钝的 你不堪听这个一音跟一果的 一音一果的一圣教 所以这一佛圣以外 分别说是三圣教 分一个小圣啊 四地方 终圣十二一年 大圣的六度 还分开来讲 可是你 无论是小圣 终圣大圣 他的最后还是希望 他们能够成佛 其实还是一圣教 所以啊 方便在一佛圣外 分别说这个三圣教 这个叫做织木法轮 因为终圣的根性是不够的 最后一个叫做射木归本法轮 一直到法法经的时候啊 机缘已经成熟了 在为这个小圣中圣大圣 这三圣人啊 把它射归一圣 叫做射木归本 这个木就是有赤地 有阶位的 啊 种种的方便 可是啊 本就是没有方便 单刀之路的根本 所以称为射木归本法轮 那么在法华生 叫做会三归一 会三圣归一圣 就是一佛圣 是持经啊 我们啊 看原文啊 看第一页的中间 持经称根本法轮啊 符合为开建之机啊 开就是开展 建注意 一定要说一下笔记 建就是建教 有赤地的 出国二国三国啦 实信实助 实行实辉相实地啦 这个就是建建建建建建的 之机就是根本 这不只是开展建教的根本 建教就是三圣教啦 是不是 因为你一佛圣 除了开方便了 开展开来 变成三圣了 三圣又把它回归到一圣啦 那一圣就不需要开啦 是不是 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 不只是开展 建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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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这华严经称为根本法轮 不只是开展建教的根本基础 也是含舍墨归本的教法 到最后是讲一针法界 足前震荡 足就是印度 足前就是印度 震荡就是中国 就是中土 贤最尊上 就是这部华严经 不管是在印度 或者是在中国 贤界都认为是最尊最贵的 最被重视最尊贵的一部经典 一部经典 诸主之士 诸主就是历代 历代的祖师大德 这些善知识 诸主就是历代的祖师大德 知识就是善知识 历代的诸位祖师 历代祖师大德 以及诸大善知识 都地相师承 地相就是代代相互传承 一代传给一代 一代传给一代 地相师承 一代传给一代 皆是博占荣通 就是见地很深远 博占 它有高占眼珠的这个角度 就是见地很深远 就是很有眼光 广博 广博 博就是广博 占就是见地很深远 融就是融贯 融通 融通 融通就是融贯通达 那么整个意思就是说 它的见地很深远 很广博 而且很融贯 而且很通达 叫做博占融通 身心体解 身就是身怯 身怯 真实的去体悟 叫做身心体解 意思就是身怯 而且真实的去体悟 不是用意识心去感觉 去感受 是身怯 真实的体悟 领会 了解 所以啊 故 所以能够各以 无碍 之变 无碍变就是 无碍 之变才啊 红夫妙去 红夫就是 广言大经的 圣妙意趣 广言大经的 圣妙意趣 就是红夫妙去 红就是广大 夫就是眼 眼说 妙去就是 这个大经的 殊胜 圣妙的意趣 法界宗旨 朝阔明朗 法界 前面呢 加一针 一针法界 中间加一个支 法界宗旨就是 一针法界之宗旨 一针法界之宗旨 一针法界之宗旨怎么样呢 朝阔明朗 这阔就 戒旋 朝阔就 清除的一个 整个轮廓啊 很清除 那么很明白的 彻底的显发出来 一针法界的宗旨啊 很清楚 很明白 很彻底的显发出来 然 是所盛行者 是就是 唐宗以来啊 唐宗以来 这个宗族 中国所盛行的 所盛行的 当然是世间 意思就是 是就是 指唐宗以来 所盛行的 是哪个 哪一些诸解呢 那是 清凉国师成观 清凉国师成观 那么这个后面 也有传记 这个清凉国师成观 这个一定要讲 清凉国师成观的 《大方广佛华言经》书超 我现在啊 手中有资料 这个人啊 你非认识他不行的 研究个华言啊 那不认识成观法师 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一大宗师啊 活着一百零二岁 那这个生命是很长的 成观 你写一下啊 七三八到八三九 西元七三八 出生的 那么 其入面 是八三九 八三九 成观大师 是唐代的出家人 是我国华言中 第四代主师 所以啊 写一下 成观是第四代的主师 他把这个 显守国师啊 到他这一代啊 光耀门庭啊 大大的把他 写这个注解 把他弘扬出来 到成观啊 那么 真是灿烂如鱼 他是浙江省人 这个浙江省啊 除了很多的 伟人 像成观大师 这样子的圣人 而不多 那俗姓叫做夏侯 夏天的夏 侯居士的侯 侯啊 夏侯 俗姓夏侯 志叫做大修 修 停止的修 那你们听一听就可以了 浩就是清凉国需 或者是叫做华颜菩萨 所以指华颜菩萨是指谁呢 是指成观大师 或者是华颜书主 主就是主人的主 书超的书 华颜书主就是 他写华颜经书超的主人 叫做华颜书主 又称为书主 这个人不得了 十一岁就在保龄寺 配禅师出家 十四岁的时候 就得度 十四岁就得度 就是受戒了 这个 他二十一岁的时候 就是西元七五八年 跑到七乡市 学这个绿学 然后又到本州 坦一律师 一个日在一个云 坦一 一二三四的一 坦一律师 学这个南山律 他这参多了 你等一下再看 又到这个金领 又到金领 就是南京 现在的南京 跟着这个纠摩罗时 学习这个纠摩罗时 所翻译的三论中 三论 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 三论 在这个大力年间 又到一个瓦关寺 写这个大圣起心论 写念盘经 接着又到淮南 那么学习这个大圣起心论 大圣起心论 然后又跟着印度的一个法师 叫做法僧 身 左边一个言 右边一个仙 先生的仙 法僧等 学习这个华严经 跟印度的法师 学习华严经 这个陈冠大师 三十五岁的时候 又到成都 再学习三论 他对这个辩论 很有信息 三论 通通是讲论 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 加上大致的论 就是四论中 那么大力十年 也就是 承办大师三十八岁的时候 从这个赞南大师 学习天台的魔法指观 研究法华经 威慕皆经 已经入博二法门 你看三十八岁 这个是何等的人物呢 三十八岁 是不是 不是青人家 后来六七十八 都没听到说什么 你看这种人的根心 还不是这样子 再看下去 还到牛头山 尾中禅师 还有静山的道清禅师 学习禅中的心法 就是南中的禅法 接着不过眼 又到北边去 跟着慧云禅师 学习北中的禅法 分南中跟北中的禅学不一样 通通参 山论 法法 天台 禅中 通通参 他这个人还不止这样子 还了解外道的经典 像废头经典 武明 还有种种的咒语 种种的仪归 还有包括儒家的金石子集 无所不通 无所不通 尤其中这个法杖的 法杖 这个探险剧的 华言教学 他自己觉得这个 写得非常好 写得非常好 再来 陈关大师 39岁的时候 有五台山 俄明一山 回来 住在五台山 大华言寺 专修方等参 方等参就是 包括他这个大的 就要修忏悔法门 忏悔法门 把往昔所造的作业 忏悔清静 修忏悔法门 然后再讲 华言经 在这个 的宗旨 他们都是讲宗旨的 讲这个 重点而已 再来 再看看这个 陈关大师他有多了不起 然后再来 讲经给谁听呢 讲经给皇帝听 皇帝听 不止一般法师听 平民听 还讲给皇帝听 皇帝听 然后这皇帝 就久仰他的大名 了解说 我们有这样子的 一个伟大的大师 在我们中国 那么后来皇帝 就把他召见 那时候 陈关大师 五十九岁了 皇帝召见 就是唐德宗召见 入这个长安 他跟这个 这个疾病三藏 般若法师 一起溢出 乌图国 贡献的四十华言经 就跟这个 两个都是三藏法师 把它翻译出来 进制以朝 进贡以朝廷 然后他 然后他 被皇帝命令 对这个 华言的大宗 这个经典 注解 然后 拿给这个皇帝看 帝大业 皇帝 非常欢喜 试给他 纸袍 红色的 袍衣 然后给他一个名号 叫做 教授和尚 教授和尚 皇帝已经认识 这一号人物了 皇帝是 他叫做教授和尚 奉召在 中南山 草堂寺 制造 新的经典 不是新经 新旧的新 旧的经典 跟新的经典 制造这个新的经典 新经 书 十卷 嗯 十卷 就是 华言经的新 新经 那么 也就是 真元的 新义的 华言经书 就是叫他 把它 注解一下 那时候啊 大师已经 六十二岁了 这个德宗啊 圣诞啊 唐德宗 圣诞 招入内殿 可以进出 皇宫啊 自在 讲华言经 跑到皇宫里面 去讲华言经的宗旨 这个皇帝听了以后啊 这个帝朗然 觉悟 啊 这太好了 这华言经的思想啊 可以让我们 觉得很清凉 所以啊 皇帝啊 也就讲说 以妙法 清凉 正心 正就是 我了 用这个妙法 来清凉我的心 哎呀 我听了这个华言的 这个心 非常的清凉 就赐给他 清凉国需 赐给他清凉国需 所以这个 这个陈冠大师 是何等人物啊 皇帝啊 都是自己啊 这么样重视的 再来 那么 这个清凉国需 曾经立十大院 来勉励自己 这后面有讲 也 依此啊 四号 为清凉 十院 他的 这个腿啊 脚啊 都踏入什么 比丘尼的道场啊 过无啊 不辞啊 不吃啊 怎么样子啊 碰到什么啊 外面的什么 世界的 不乱看啊 他写的后面 写的很清楚 十大院 然后啊 顺忠即位啊 也是李维国师 唐顺忠 也是李他 作为国师 这个朝野啊 戏目高峰 通通仰慕他的高峰 非常了不起的德性 是我们只有猜看不行 还要有德性 到唐献宗 元和五年 那时候啊 陈关大师 已经七十散了 已经七十散了 我先来说 七十散了 七十三岁了 那么 回答献宗的 种种的问答 献宗问 就是皇帝问 他就答 阐述法言 法戒之意 那么皇帝听了大乐 然后啊 用一个印给他 用一个金印给他 只有皇帝赐给他 一个金印 你表示皇帝认同的 这个印一盖下去 表示皇帝的认同 这个不得了 我们要印象就自己去买吧 我们就有点麻烦 现在买印象一百好而已 开城四年了 也就是一百 一百零二岁的时候啊 往生葬在中南山的石壁 相国叫做培修 我们以前呢 就是念匪啊 就是念培 培就是一个非洲的非 底下一个衣服的衣 这培修 修是休息的修 相国就是宰相啊 培修 把他写这个碑文 就是写 师身历久朝啊 先后为七弟讲经 这个意思就是 他活了一百零二岁啊 总共经历了九个皇帝 接近啊 跟我们现在的庙馆老和尚差不多了 九十六啊 经历了很多的皇帝啦 先后是七弟讲经啊 都是为七个皇帝讲经 他的弟子啊 有忠义大师 深瑞大师 法印大师 极光大师 他得法者数百个人 都是他教出来的 要教出来的 不容易啊 这个得法的人数百个人 这不容易的 像我现在来讲啊 我们今天统计啊 我今天总共剔除九十一位法师 而且走的走 还俗的还俗 死的死 然后不再的不再 剩下来五六十个 你看要传法 都有相当成就一百多个人 这个不容易 能够成就三五个已经不得了了 成就几百个人 几百个人啊 我们今天做过统计啊 我们也提到了九十一个 就是一个 死也死得也得啊 还俗还俗 穿的没贵啊 穿五六十个人啊 五六十个人啊 成就这个不容易的啊 底下啊 所以看这个第一页倒数第二行 我们在念一遍 清凉国师成官的 大方广佛华言经书超 以及早不张子李同玄 字大方广佛华言经的论 后面也有讲到 这个李同玄啊 就简单多了 简单介绍一下 李同玄西元六百三十五 到西元七百三十年 六三五到七三零 总共活了九十六岁 研究这个华言的人 寿命都很高 很奇怪 很长寿 成官大师一百零二岁 李同玄九十六岁 九十六岁 长寿的华言 所以啊 也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 短命的咽口 长寿的蒙山 以前古人就是这样子 你放咽口啊 放得不好啊 你的命很快就消失了 很快消失 也比如说 你的金颤啊 鬼要来吃啊 你的心的观想啊 观想的砖 不可以想到啊 拉里拉扎的妄想啊 所以啊 很多啊 放咽口都放到之后 就吐血而死 为什么 短命的咽口 短命咽口 那里面的手印啊 吸气三密啊 要相应啊 本身要得现啊 短命的咽口 长寿的蒙山啊 大蒙山 蒙山大家都会念 咽口沙沙 给我他们那个金颤的 后面的人 不晓得念到哪里 可是那个大蒙山 就不一样了 一直念佛 念佛 三十细念啊 三十细念啊 对不对 三十细念啊 不是很好吗 大家都会念 大家通通会念 那么这个 李通贤啊 是唐代的华元学者 他是王祖出身的 换句话说是 也是皇帝的后裔啊 王室的后裔 那么他是河北人 天赋义饼啊 天赋义饼 因为义饼不是饼干的饼啊 不是饼干的饼 有一个人啊 他的爸爸 希望他的儿子好 他的儿子啊 他说我这个啊 是天赋义饼 根气很利 我希望他能够出家 结果带到我们雷音寺来 结果带到雷音寺来的时候啊 我呀 他一面念书 他希望他出家 住在雷音寺 那个时候没有规定说 哪个人可以住 哪个人不可以住 他爸爸这么成功 好吧 既然天赋义饼啊 我就留下来 结果去读书 他最后几名 怎么读都读不来 书学啊 我还要半夜还教他 怎么教都教 搞不来 这没办法 然后啊 怎么教都教不来 哎呀 是奋土之强 不可乌也啊 实在是没办法了 他爸爸 仰仰得意 你可以老爸比人家 比较高的 说这个孩子 我这天赋义饼 然后 他爸爸打电话来 说我的孩子怎么样啊 哎 我的孩子啊 人家都说智商很高啊 天赋义饼啊 我说对对对 没错 饼干的饼 上餐付给他 不同的饼干吃 嗯 天赋义饼 地骨的就是为家人 所以我对这个 天赋义饼 这四个名词啊 我印象很深 就是从雷音师 一直到今天都不会忘记 还有啊 他的李通弦啊 没有一定的师父 学无常师 没有一定的师父 他怎么样的 到处做餐 到处做餐 动精如是恶典啊 他这福经啊 四书 中国儒家的四书五经啊 都通打 他到这个丛林里面 远离城市之销 他这个人不喜欢动 他喜欢静 在开元七年 七百一十九年 他在这个太炎府 寿阳方山的土坎里面 参救心意的华严 就是八十华严啊 在山中 每天吃的就是什么 拿这个枣子 枣子吉利 还有拿这个博业 博树的业 博树的业 这个博业啊 怎么样 为始 世间人称为 枣博大士 枣博大士 开元十八年 三夜 在看事里面作画 作画呀 作者就走了 他这个不需要注念的 不需要注念的 作者就 就走了 享年九十六岁 宋威中 是给他名号 就是险教庙言长者 险教的庙言长者 他住的 新华言经论 总共四十件 还有一些住宿 我们在这里不谈 所以这个就是 赵博长者 李通贤的 大方广佛华言经论 底下 说书抄 分章息句 详细区分 章解 品目 并仔细的解析 阐明这个经文的文迹 跟义理 详细的区分 分章节 品目 而且仔细的解析 阐明经文的文句 这个玉理 叫做书抄 书抄是干什么呢 是分章 把这个科判 把它章句 分出来 息 分息 剖析 这个句的意义 琼源 即尾 这个尾 把笔拿起来 尾就是周祥 晚辈 穷源 阐述说明 极为详尽 又能够穷就 透彻 大经的本源 原因就是本源 穷就 华言经的本源 到达了 最完备的境界 就是 书抄 穷源 极为 就是 阐述说明 极为详尽 详细 维系 又能够穷就 透彻大经的本源 跟真意 非常的完备 论 就是 广论 佛意 佛意就是 佛的心 这个论 就是探讨 佛心 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佛性 李通贤的论 是广论 佛性 一问一答 会贵 自心 自心 就是自信 堪称 双美 双美 就是 双臂 两者并美 两者并美 都是修正的 急轨 急轨 就是 最佳的 鬼则典范 最佳的 鬼则典范 一直到 清代 有一个叫做 道配大师 既有道配大师 这个道配大师 就是 近代人 写一下 1615 到1702 是受88岁 也是研究华言的 我好好的讲华言 看能不能 活长一点 李平的老基斯 讲华言 活了96岁 96岁 这个道配大师 1615 1615年 到1702年 活了88岁 88岁 我记得泡三年 才可能董不过 那么 既有道配大师 道配大师 是明末 清初 是草动中 禅中的出家人 这个是福建人 福建人 俗姓叫做丁 甲乙丙丁的丁 字叫做为临 有违法的为临 就是上面一个鱼 下面双目鱼 就是我这个鱼 然后 林一间这个鱼 上面加一个下鱼的鱼 法名叫做道配 字叫做为临 法名叫做道配 所以这永绝禅师的后代 永绝禅师的后代 40岁就到白银市出家 所以我们这里 法师的出家年龄都太晚了 都很晚了 不过现代人因为受过教育 需要晚一点出家 以前呢 家里贫穷或者没事 或者是病苦 或者是为家庭祈福 就把他送到寺庙里面 或者跟父母相克 就送到寺庙里面 去扶养长大 做出家人 所以以前的出家人 种种的状况 年纪都很轻 就进入佛门 那么沿袭这个经教 那么一直在这个永绝禅师 旁边做侍者 做了好几年 对他的上人是毕恭毕敬 所以以前的人要成就 一定要怎么样 磨练 你能够经得起 你师父的呵斥吗 你有没有做你师父的侍者 师父骂你 你都能接受 明明你是对的 师父厌往你 你也可以接受 当然变成磨练 有理的是训练 无理的是磨练 他都能够顺利二斤 他都能够解脱 一般人没办法 你讲他两句话的 明天 Tomorrow Bye Bye We are stay goodbye 他都会常常讲 此处不留人 是有留人处 所以现在的法师不能讲 我一个节下安居 结束了 做这个节下自知会 才怎么讲两句而已 就跑掉一个了 跑了 那么我现在 明年的节下安居 佛自知会上 我就会叫徒弟 你们自己讲 我又说了 不知道要再找几个人 没讲一下 现在小时候没讲一下 再讲几句话 就不回来了 没办法 有的人离开以后 觉得这里不错 又想要回来了 住了五年以后 又想要回来了 要听得到 五年以后 师父的计划这么大厂 你没想要闭 都在外面讨厌 都闭不去死了 那些说 对不对 来这里又是 自由自在听经文法 对不对 所有的法都告诉你这么清楚了 好的安住就好了 发达勇猛 以下 道配大师 道配大师 那么 截其二者之精药 截其两者之精药 截其药 就是摘露 摘药 选露的意思 两者之精药 就是精华 醉切药者 喝醋就是把它整合起来 融贯 这两种注解 为本经 就是转药 这本经 吉 就是编辑 把它编为 编为 叫做编辑 这个吉 其实就是集中的吉 集合的吉 把它集合为 大方广佛华言经 书论转要一书 少记清凉 就是继承清凉国师 就是成官大师了 还有找博大师 李同玄的新传 新传 就是这一本 道配大师的书论转要 把它融合了 成官大师的书根操 融合了李同贤的论 变成我们这本转药 开言 毗路之那的庙地 实探法性 博身经纬 博大精深 实乃修学华言 大圆满法之良道 因为华言是非常圆满的 因地心就是国地学 那圆满法之良道 逢此宣讲华言 教海之计 特将此书论转要 重新予以编排 教队 公印流通 苦厌一切有情 同登 华藏 玄门 华藏 玄门 共入 毗路 信海 就是明心见性 悟一真法界性 同登 华藏 玄门 明心见性 悟一真法界性 开显 自信 开显 自信 这见 本来的面目 共入 毗路 信海 这些 同登 佛陀 伟大的 国地节 造就了 华藏 世界的 玄门 不可思议的 共入 毗路 之那 就是圆满 毗路之那 翻译成中文 叫做 骗一切处 圆满的 平等法性 所以我们常常在 这个早晚早课里面讲 同登 华藏 玄门 共入 毗路 信海 就是华言经来的 佛力 2541年 2541年 我们这个佛力 可能跟泰国 有点差别 泰国的佛力 我那本有泰国的 这个阅历 不晓得几年 看一下 2541好像不太一样 西元1997年 高雄文书讲堂 四汇率 景序 啊 啊